今天是11月28号 2021年星期日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 走进我的交易室 今天开始第六章 交易 这是很重要的了 好嘞 Chapter 6 Trading 新手在交易时会情绪化 但如果你想生存 想成功 你必须有纪律 当你感觉到恐惧和欣喜 把它变成你的纪律信号 跟随你的系统 要在收视以后 心情平静的时候 发展自己的系统 此时是你生存和成功的 唯一机会 自动交易系统的想法是错误的 如果这样的系统有用 那么最聪明的人 加上最快的电脑 早就战胜了市场 自动交易系统 无效的原因是 市场 不是机械的 市场 也不是电子的 物理定律 对市场 不起作用 市场 是大众的 心理行为 而大众心理学本身就不完美 物理学和数学都能起帮助作用 但是交易决定必须包括心理学 当你和专业人士交谈时 他们首先会问 也有可能根本不问 因为你说几句话 他就知道了你的答案 你是自主交易者 还是系统交易者 自主交易者考虑市场信息 用多个工具分析市场 在不同的市场 不同的时间 他会使用不同的工具 他的决策数 像数字一样多 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状况 他有不同的决定 所有的数字都连接到 他强大的决策数 决策数就是一系列 控制亏损的原则 系统交易者形成一系列 机械原则 按照机械原则进场出场 他先测试他们 然后找他们 让他们自己工作 此时业余选手和专业人士 开始走相反的路 业余选手会被市场搞怕了 觉得只要有系统 不管是自己的 还是别人的 都能帮自己减少烦恼 市场状况一直在变 所有的系统都有智慧性 这就是使用机械交易系统 的业余选手最终 亏钱的原因 专业人士虽然让系统自动工作 但是他会像老鹰一样 紧定着系统 他知道什么时候是正常的下跌 什么时候系统在自毁 此时他会把系统换掉 专业人士是自主交易 所以他可以让机械交易系统 很好的运行 根据我的经验 系统交易者一般会取得很稳定的手艺 但是最好的最成功的交易者 采取自主交易 具体选择决定于你的性格 这不是冰冷的生意决定 一些人喜欢系统交易 一些人喜欢自主交易 本书的大部分谈论自主交易 所有这些内容都可以用在系统交易中 本书是为了同事帮助两种交易者 交易系统是市场交易计划 但计划不能预测所有的事 即使有最好的最可靠的计划 一定的应变能力是永远需要的 想想想你曾用过的任何计划或系统 比如你需要一个系统把车从车库开出来 你需要打开车库门 启动车预热引擎把车开到街上 而不是撞到墙上 撞到自行车或者被路过的货车 撞了 你自己有一个系统 每次当你这么做的时候 你的行动都是一致的 不是关注例行事务 而是关注重要的事 注意危险 比如骑自行车的小孩 或是刚下雪的积雪 或邻居在过马路 当你发现了障碍 你先避开它 等一切恢复正常再回来 你没有必要自己设定一个完整的系统 包括处理积雪 骑进车的人 邻居 因为这样的系统太复杂了 也不能做得完善 邻居可能从另一个角度 进入你的行车道 系统自动处理例行事务 而你则要在必须的时候 自主决断 你在市场中也要这样 用交易系统发现交易机会 设置顺点 建立利润目标 以此同时 你要注意大货车向你开过来 比如美联储的宣布 或者是骑自行车的小孩 等让人失望的报告 很多新手全力以赴设计完美的交易系统 这是不可能的任务 就像你不可能设计一个完美的把车从车库开出来的系统 我有两个朋友 他们以帮交易者做系统测试为生 他们都是编程高手 其中一个笑着告诉我 他每周至少接到一个业余选手的电话 声称自己发现了圣杯 业余选手希望能测试数据 以发现最好的参数 但是他又不希望编程高手偷走他的秘密 我问我的朋友 这么多年来发现了多少赚钱的自动交易系统 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那他还有信心做这个工作 他能继续工作的原因是 他还有很多客户 这些客户是成功的专业交易者 他们叫他测试交易方法的小问题 他们也许要测试止损的参数 MACD的参数等等 然后他们把这些小问题和自己的判断 融入到决策数 一个优秀的交易系统包括了 已经经过测试的参数 但是交易者 要保留决策权 他有几个户部干扰的原则 大部分都和风险控制 资金管理有关 他会综合考虑这些因素 然后形成交易决定 一个优秀的交易系统 综合多方面的因素 比如找到交易机会 你形成进场和出场的交易计划 很多行动 很多行动比如进场出场和调适支损点 可以半自动执行 但不可以全自动执行 思考是很艰难的工作 机械交易系统 通过许诺 你不再用思考 在思考引诱你 要想成为成功的交易者 你需要使用自己的判断 交易系统是交易风格 不是自动的总承包商 System Testing 系统测试 你必须在使用交易系统之前 测试每个指标 原则和方法 很多交易者是这样测试的 用自己的系统参数 测试很多历史数据打印出来 利益亏损比最大和最小的利润 或亏损 平均的利润和亏损 最长的盈利时间 最长的亏损时间 平均利润 平均或最大的亏损 这些听起来很客观 很有说服力 这些打印出来的东西 提供了假的安全感 也许打印出结果很好 如果你用真钱交易 正好联系亏损五次怎么办 你的测试从来不谈这点 但这样的事一直在发生 你咬牙切齿的再交易一次 又是亏损 你的亏损很严重了 你还想再交易一次吗 突然你从打印的结果发现 好像把你的未来放在这根稻草上 也不行 然而你的账户已经少了很多 测试软件很有市场 所以形成了收费的系统测试行业 一些交易者花了几个月 如果不是几年的话 去学习如何测试自己的软件 一个书家不好意思承认自己 不敢交易 就说自己在学习新软件 他就像不敢下水游泳的人 却一直忙着 烫游泳一 只有一种测试 系统测试有意义 这个测试很慢 花时间 不需要一次测试 几百个市场 但是唯一的要你为交易做准备的方法 它包括每天研究一次历史数据 小心翼翼地记录前一天的交易信号 然后点击图表 让图表向后走 记录下一天的交易信号 一开始下载至少两年的股票或期货数据 从数据的左边开始看 不要看后面发生了什么 打开你的技术分析软件和电子表格 键盘上两个最关键的键是 ALT和TAP 因为你要在多个程序间 转换 把你的分析软件绯闻分为两个窗口 一个包括长期图表和指标 另一个包括短期图表 打开电子表格 在最上面写下你的系统原则 在创建几栏 分别记录日期 进场日期 和价格 出厂日期和价格 如果周线图上有信号 要把这个信号记下来 如果买卖信号 如果有买卖信号 到日线图 到日线图去看看是否也有买卖信号 如果有 如果有在电子表格 就要把这个信号设计则 决定 决定 核出兑现 你 这样一天走一个日线的测试方法 比用软件测试强多了 如果开盆价是跳空的 比你的买入点高 比你的止损点低 你会怎么办 如果期货涨停或跌停怎么办 是不是要调整系统改系统 或者把系统报废掉 每天往后走一个日线的方法 就像是真实的交易经验 虽然你没有交易 它让你敢碰到真实的市场 这个经验是专业系统测试软件 打印出来的结果 无法比拟的 人工测试能提高你的思维能力 判断能力 以及在市场迷雾中行动的能力 你的交易计划必须包含明确的原则 大多是关于资金管理的 只要你坚守原则 你交易时就很自由 你增长的知识 成熟判断 技巧 比电脑测试要珍贵 模拟交易 模拟交易就是记录你的交易决定 并跟踪它 就像真的交易 只是没用真钱 大部分人做模拟交易时 如果被市场教训了 会发火 有些人既做真实交易 也做模拟交易 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做模拟交易就赚钱 做真实交易就亏钱 有两个原因 第一 模拟交易一般没有情绪 不用争钱 很容易做出正确的决定 第二 好的交易在整个过程中 看起来很模糊 看起来很容易的 可能导致问题 紧张的新手跳进明显的 更有希望的交易 但是只是模拟交易 同时在真实交易和模拟交易之间 跳来跳去是没有意义的 你必须选择一个 模拟交易的唯一理由是 测试你的纪律性 如果你每天收盘后下载数据 自己做功课 写下第二天要下了单 关注开盘价 记下你的近点 每天跟踪市场 调整你的利润 目标和自尊点 如果你能这样坚持 做几个月 记录你的行动 不错过一天 那么你是有纪律的 一些为了好玩而交易的人 不能这样模拟交易 因为太累了 用模拟交易每天收盘后 下载数据 应用你的工具和技术 形成交易决定 计算 只尊点和利润目标 提前写下来 第二天用 不要要你的纪律 经纪人下单 但要检查你的订单 是否被执行了 记下已经成交的订单 用你的电子表格 和日记记录 你的交易 如果你有意志 坚持做几个月 你就可以用真钱 做有距离的交易 然而没有什么可以替代 真实的交易 因为真实的交易 涉及情绪 而模拟交易 很少涉及情绪 刚开始真实交易 是最好 用小钱 三重绿网更新 Triple Screen Update 在一些会议期间 有交易者走过来告诉我 他说 在阅读了我的书 或参加我举办的 交易训练营之后 就开始了自己的交易生涯 这是最快乐的见面 如此高兴地谈 我每年总能经历数次 也许当时 他已经在山顶生活和交易了 通常他不会拥有这个山顶 我很早就留意到 在交谈中 这些交易者会略有潜意 他们说 采用了我的三重绿网 不过 并没有完全遵循我的指导 他们可能 把我交的三重绿网 交易系统做了一些改动 修改了一个指标 再添加一重绿网 替换了某种工具 当我听到这些时 就明白这些人是市场的赢家 首先我告诉他们 他们的成功主要归功于他们自己的努力 我交给他们的内容 和交给同一课堂里 数十位同学的内容是一样的 赢家有具律 接受自己需要的内容 并用它取得成功 其次 他们改动了我的交易系统 为此向我道歉 我认为他们的做法是赢家的态度 要想从一个交易系统中受益 必须测试参数 做出优化调整 直到这个系统符合自己的性格为止 即使这个系统是由别人发明的 也应如此 要想获胜 需要纪律 纪律来自信心 只要你运用自己的数据来测试系统 并且将它调整成 适合自己的风格时 你才会对这个交易系统 怀有足够的信心 我在80年代中期 发明了三重绿碗交易系统 在86年的期货杂志上 第一次写文章公开发布 后来我在以交易为生和几段录像中 对它做了改进 在这里我做下回顾 并将关注的焦点 放在最近的改动上 什么是交易系统 一个方法 一个系统和一个技术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方法是通用的交易哲学 比如顺势上涨时 买入 顶部形成下跌时 买出 或者在市场被低估时 买入 在价格接近历史支撑区时 买入 达到阻力区时 买出 系统 系统是为执行方法而建立的一套原则 比如 如果我们的方法是跟踪趋势 交易系统会在周均线上涨时 建立多头仓位 并在日均线弯头下跌时 卖出 缓进 快出 或者 当周线级别的MAC地柱上 上涨时 买入 下跌时 卖出 技术是进场 或出场时 采用的明确 具体的原则 比如 当系统发出买入信号时 技术 就是在价格超过前一日最高点 或者 价格当日创下心低 却在 高点附近收盘时 买入 三重力网方法是对市场 用不同的时间周期来分析 并同时运用趋势指标和震荡指标 作为研判工具 用长期图表上的趋势指标进行分析 做策略决定 是做多还是做空 在短期图表上采用正当指标 做战术决定 确定进场点和出场点 最初的方法没有改变 但是系统所采用的指标 则随着年月的增长 而有所演进 技术也是这样演进的 三重力网采用三重过滤或测试的方法 对每一笔可能的交易进行检验 每重力网都采用了不同的周期和指标 这些滤网淘汰了许多乍看之下诱惑人心的交易 三重滤网采用明察审慎的态度来对待交易 指标的冲突 在确认趋势或反转时 技术指标比图表更为客观 注意如果你改动指标参数 你就影响了指标信号 千万不要为了得到自己想看见的东西 而不断调整指标 我们可以把所有指标分为三类 趋势指标有助于确定趋势 有移动平均线 MACD方向系统等等 这些指标的特点是市场上涨时 指标也上涨 市场下跌时指标也下跌 市场是盘整时指标也随着走平 正当指标通过确定 超买超卖状态捕捉反转点 有包括有包罗线或通道 力量指数随机指标 埃尔德色线指标等等 这些指标通过确认市场 涨跌过头的情况来提示反转 综合指标有助于辨识 大众的市场情绪 有情绪指标 持仓量报告 新高新低指数等等 它们反映市场 涨跌心理的整体水平 不同类型的指标 经常发出相互矛盾的信号 趋势指标上涨叫我们买 而同时震荡指标却处于超买状态 叫我们买 趋势指标下跌 给出做空信号 而震荡指标却处于超买状态 给出做多信号 这种情况下 交易者容易掉进一厢情愿的陷阱 他会选择他喜欢的指标信号交易 交易者必须建立一个系统 能够对各类指标进行综合考虑 并能处理不同类型指标的 之间的矛盾 不同之间周期的冲突 同一个指标能在同一天告诉我们 一只股票既出于上涨趋势 又出于下跌趋势 怎么会这样 同样的均线在周线图上是上涨的 发出买入信号 但是在日线图上均线却是下跌的 发出卖出信号 同样 60分钟图里均线上涨 提示做多儿 10分钟图 均线却下跌 提示做空 我们应当如何处理这些矛盾的信号呢 业余选手 选择最明显的信号 并仅仅盯着单一的时间周期 通常是日线图 他们用日线图 使用指标分析 忽略了其他时间周期 这种做法 只在周线图上产生 上涨的主趋势时 才会走效 否则小石图上发生的剧烈变动 会让他们的交易变得一团糟 交易者不应当忽略不同时期 周期间的关系 有些人用日线做交易亏了钱 他们经常一厢情愿地认为 如果加快交易频率 并且采用即时数据 交易会有所起色 实际上如果用日线图 不能赚钱 那么即时图 即时数据只会让交易者 亏得更惨 屏蔽上 分云变动的数据 让这些输家陷入了迷乱状态 也有更顽固的人 采取了极端做法 跑到交易所里 租了一个席位 采用场内更为快速的数据 来交易 很快 清炫所的保证金资源 就会注意到这个新面孔的资金 发生缩水 并到达风险警示水平 于是工作人员进场通知 这个不幸的人 苏家起身出场 从此消声秘迹 他除菊了 发生上述的问题 原因不是数据传输 太过迟缓 而是他的决策 过程混乱无序 没有章法 解决时间周期冲突的问题 交易者不应当进一步 接近市场 而是后撤 用大事业来把握大事 策略上 确定多空方向 然后再接近市场 去寻找进场点和出场点 这就是三重绿网 要探讨的 什么是长 什么是短 三重绿网理论 避开了僵化的定义 将中心放在 不同周期间的关系上 从而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首先你要选择你最喜欢的时间周期 它被称为中周期 如果你喜欢日线交易 那么你的中周期 就是日线图 如果你是日内交易者 喜欢用五分钟图 那么中周期 就是五分钟图 依次累推 按照三重绿网的定义 将中期乘以五 即可得到长周期 请看时间 五的因素 若你的中周期是日线图 这长周期是周线图 中周期是五分钟图 则长周期是三十分钟图 以此类推 选择你喜欢的交易周期 把它定为中周期 然后将它放大 形成上一级别的长周期 在长周期图表上 自定策略 再返回到中周期来寻找 进场点和出场点 三重绿网的核心原则 就是开始分析时 首先后撤一步 采用大视角 靠查长期图表 以制定策略 确定多方位 多空方向 然后再接近市场 做出战术决策 以寻找进场点 和出场点 三重绿网的原则 我们下次再说 三重绿网的原则 今天先说到这儿 谢谢大家观看 喜欢的朋友 请点赞 订阅 分享和评论 好的 我们下次 再见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 拜拜